专家,中朝捷便利婚姻对付美国,金正恩到北京过完生日走了,但他究竟所为何来此行对即将到来的第二次特金会? 又意味着什么三位前美国外交官星期二,在纽约就此进行了讨论和分析? 美国前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阿塞尔,认为他不认为金正恩突访北京,在那里过生日,是与美洲贸易谈判有关的一个神秘游戏 但他认为,金正恩在不到一年时间里,第四次访问中国大陆却有深意 这是中国与朝鲜更紧密盟友关系的一部分,以此使美国做出让不合妥协便利婚姻 因破坏美国联盟,而杰利维亚·艾文斯·J.奥瑞维亚,是东亚政策研究中心,和布鲁金斯学会的高级研究员 他表示,中国和朝鲜,现在正处于一段有趣的便利婚姻 把他们临时结合在一起的,是对付美国及其盟友的共同利益 他说,朝鲜正在做一些北京非常想做的事情,即在华盛顿和首尔之间打入蝎子 破坏美韩同盟有效性,并最终破坏其存在,而这对北京很具吸引力另一方面 朝鲜也需要中国在金正恩与美国总统会面之前,在他访问韩国之前 他必须先问一下,北京,因为他必须知道,北京是不是支持他 他必须在北京先预言一下,他将向韩国或美国提供些什么所以 这是非常有趣的便利婚姻关系,当然也不要低估霜 方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互厌恶 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历史性会晤 韩国总统文在寅和特朗普都表示,朝鲜无核化,已经近在眼前Around the Karma 但李维亚的观察正好相反他说,金正恩寻求的是国际社会对朝鲜作为和国家地位的接受和承认 寻求朝鲜国际地位的正常化,而经过了上一轮与美国总统的峰会 他已经在很显著程度上,成功做到了这一点 朝鲜无核化VS半岛,无核化国际社会,目前正高度关注特朗普和金正恩 即将举行的第二次峰会将如何推进朝鲜的无核化 但李维亚提醒国际社会,特朗普和金正恩对峰会有着截然不同的主题 特朗普的主题是朝鲜无核化 而金正恩则想把主题改为朝鲜半岛无核化区别 在哪里李维亚解释道 金正恩的无核化,意在结束美韩军事同盟结束美国的核保护伞 结束美国对朝鲜形成威胁的部署 在西半球的战略资源和军队朝鲜 下一个巴基斯坦,还是以色列美国在台协会前主席 博瑞光Raymond Burgot,也表示,日本一位重要人物告诉他人们认为,朝鲜将成为第二个巴基斯坦 而国际社会中将接受这一线时博瑞光说,那位日本重要人物自己认为 朝鲜将成为以色列士和国家,但不被承认因此真正的 问题是,美国将如何向韩国和日本,做出核威慑承诺Dutents, Commitment 换言之,如果国际社会,接受了朝鲜是事实上的核国家之后 没有核武器的鄰国韩国和日本,将如何自处作为美国的盟国 美国将如何为他们提供保护 但拉塞尔表示,朝鲜不可能成为一个像以色列那样,对其核武器负责的国家,也不会像印度 甚至不会像巴基斯坦,因为现代今世朝鲜的一贯模式是敲诈勒索型的 一直利用其能力破坏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敲诈本性,不会因拥和而改 因此拉塞尔问道,是否存在任何理由相信,一旦朝鲜被接受为一个事实上的核国家后其敲诈勒索型模式会改变 拉塞尔的回答是,他不会劝说,任何一位美国总统相信朝鲜,在被接受为核国家后,不会进一步打开敲诈勒索的大门 拉塞尔说美国的雄心是在国际关系中,做非常难做的事情 外交中最艰难的事情,就是让别人去做他不想做的事情,而不引发战争 他还说,美国、韩国、中国、日本和俄罗斯之间,展开战略合作 以拒绝朝鲜领导人继续拥有核发展核武器是可以,导致我们想要结果的唯一途径 感谢观看